主料,三黄鸡一只,干模糊50克,粉皮100克,辅料,大葱,姜,大蒜,干红辣椒,冰糖三小块,金银二大勺,生抽四大勺,红烧酱油二大勺,料酒五大勺,花椒十粒,大料两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。 主料,三黄鸡一只,干模糊50克,粉皮100克,辅料,葱,姜,蒜,干红辣椒,各,调料,冰糖三小块,盐二大勺,生抽四大勺,红烧酱油二大勺,料酒五大勺,花椒十粒,大料两克,粉皮用凉水泡发好,干模糊用温水泡发开,鸡剁成大块,锅中烧水,水中加少许盐和料酒。 将鸡块放入锅中焯烫,焯烫好后,用流水冲洗干净鸡块表面浮沫捞出备用,锅中加油,油温六成热时,将佐料放入锅中煽炒,佐料焯香后,将焯烫好的鸡块放入锅中炒制,依次加入生抽,冰糖,料酒及红烧酱油炒制,冲入开水,水开后,转中火炖至半小时,半小时后将泡发好的干蘑菇, 粉皮放入再炖至十分钟,最后大火收汁至浓稠时,撒上香菜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。 一,焯烫鸡块时最好冷水放入,这样可以更好的锯出肉内杂质。 二,最后收汁时不要收得太干,留一些汤汁这样食用时更美来。 三,粉皮一定用凉水提前泡发透,这样炖至时,更容易吸收汤汁味道。 四,需要一次性浇好,中间不可以再加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